美女主播穿居服。 手拿武器超性感。 张亚婷拿红笋。 图中天提供。 2018年3月24日。 美女主持人张亚婷、徐甫在25日播出的中天新闻大国武器大观解密中科院,中科院端出压箱保展示,包括自主研发的三型无人机,以及神秘的操作系统,让张亚婷、徐甫实际体验。 徐甫表示,采访中还有专业人员在旁紧盯,深怕无人机的机密参数,不小心一并泄露。 张亚婷体验沉浸式互动模拟系统,整合操控跟射击,直升机作战场景逼真,看起来驾驶十足,但她笑称,没受过专业训练,准度有待加强。 徐甫得体验十下最夯的虚拟实镜VR作战系统,全身带上17个感测装置,配上有后座力的重锋枪系统,完全复制丛林野战。 徐甫表示,有跑步喘气声,感觉真的像在打仗,有身地其境的感觉。 大国武器大观是第一个获得中科院邀请的节目,中科院有着丰硕研发成果,却因为是军方机密重地,蒙上一层神秘面纱。 张亚婷与徐甫得知要前往采访时相当期待,两人事前做好完全准备,把想问的科技装备通通列好清单。 张亚婷得知过人自制的云宝甲车的防炮弹装甲,原来全都出自于马桶厂商,让她很惊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